本节目由Chase大通银行赞助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根据富国银行发表的201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展望报告 最近美国房市的交易是非常的热络 平均房价已经回到了金融风暴前九成以上的水平 许多民众就纷纷想要进场购买 但是如何顺利取得贷款以及做好后续税务规划等相关的问题 是民众非常关心的事情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为您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特许金融分析师陈冠宇先生 陈先生非常欢迎您 爱妮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先生其实讲到这个房地产 特别是我们这个华人朋友是非常的热衷 那么我想首先想请教您的是 关于目前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以及未来这个前景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 目前来讲的话 整个美国平均来讲 它的房地产市场是已经明显的回温 因为美国的失业率 现在普遍已经掉到金融风暴前的水准 所以这一波反弹的情况其实上是可预期的 事实上我们在观察是从2010年的时候 市场就已经开始回温了 现在就刚刚根据富国银行的调查 就是说平均来讲 它的价格已经到了金融风暴之前九成的一个水准 已经等于说回升到比较蛮高的情况 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有几个比较属于关注的一点 就是说第一个这个环境 低利率环境还是会持续 虽然美国联准会像在去年时候开始第一次升息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个人分析是说 联准会在这一波来讲还是对升息比较谨慎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低利率环境上面能够维持一阵子 第二个就是美国这样的经济成长可以维持在2% 3%这样一个很稳健的情况 那这样刚刚我说的失业率下降 那这样的一个原因是推波了整个美国房地产 稳健复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力 是 其实不管做什么样的一个投资 其实在做任何投资之前 我们其实都要做好自己的功课 那么特别是在做房地产这样的一个投资之前 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是我们投资者需要做好的呢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事实上购买房地产 我想十之八九应该是大部分的购买者 买家都会申请银行贷款 那在申请银行贷款的时候 因为不了解这个银行贷款的一个程序跟要求 所以往往看到喜欢的房子要申请的时候 发现贷款出现问题 那在这部分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建议给一般的民众 就是说银行在做这个贷款的批准的时候 基本上看四个因素 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所谓你的信用分数 那事实上四个因素浓缩起来 我们就做Ciap 那简单要帮助观众来理解这个名词 就是说美国有个中央情报局叫CIA 是 对 然后P叫Principal 那我们简单就是说 银行看你的贷款就是用CIA的标准在看 Ciap Ciap 那你只要了解这个Ciap之后 事实上你就会比较清楚 怎么预备你自己的一个申请贷款的时候 比较顺利 那第一个C是Stand for Credit 就是你的信用 那信用部分的话 大家知道美国有所谓的信用报告信用分数 那我们是建议客人在要买房之前两三个月的时候 可以上网 可以免费得到自己的信用报告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的常玩技术常玩技术都很好的话 那你信用分数很高 那就会取决你拿到的利息会比较好 这是信用报告 那你要提早拿 不要到最后临时发现问题要去更正的时候就来不及 通常在你买房之前两个月就可以做这个动作 也就是说在买房两个月之前 可能民众要尽量不要像去购买汽车 或者是需要信用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很奇怪的 就是在买房的时候 可能手上有笔钱 他同时会去办信用卡 同时常常有时候去买车 那这样的话都会影响到你的信用分数 临时有一个大二支出的话 在你的信用分数上面会冲击 或者申请信用卡都会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 都会有一个质疑 对没错 那这就是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些 平常没有注意到一些小额的 的这个钱没有付 比如说去 欠款 对欠款 比如说什么手机 或者是一般的这百货公司的卡 几十块钱你忘记付了 那这个时候本来是可以修正的 可是你没有去修正它 那就影响到你的分数 对这是所谓的信用分数 那这个直接跟你的利息高低有关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你的income 那income部分的话 美国上面是要求说 如果你是上班族你工资的话 他是要看你两年的报税 那如果是老板的话 也是看你两年公司的报税 那有些房地美有progress 是说只看你一年的记录 但是这个报税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报税好的话 你可以贷款的金额就比较高 那如果报税不好看的话 甚至有时候就申请不了贷款 那很多民众就是会卡在这部分 谈到这个income 我想可能很多这个华人朋友 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有很多时候 我们有大量的现金 但是可能在这个书面上 可能有关这个income的这个数量 并不是非常的多 这种情况会不会对贷款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会 尤其是很多就是所谓的自雇主 或者是参与打工的 他有很多现金收入跟小费 那其实这部分呢 应该是要报税的 可是他却没有报税 那银行看你的收入呢 不是说你说你是多少就多少 它完全是按照这个 你的报税记录 尤其现在银行贷款 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 所有的贷款机构 必须跟美国国税局 我们调一个所谓的4506T 4506T就是说 以前我们是可以拿 客人的报税记录来审查 来当做他的收入证明 现在美国政府要求是不行 而且你除了拿到 这个报税记录之外 我们还得要到国税局 去调一份报告 然后两个相对照 看这个数字有没有问题 那这都是因为金融风暴之前 次贷风波之后 衍生出来的一个新法案 那你刚刚提到 就是很多现金收入的要求 那没有报 那比如说年收入是10万 可是你报税只有报6万块 那这时候银行 只能用6万块来承认你的收入 好像有一点吃哑巴亏的那种感觉 对对 这是其实说 其实你做好一个税务规划的话 事实上你多报税 所换出来的代价的话 事实上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跟客人讲说 其实你省那个税钱 但是你却失去了 购买房产的机会 或申请到贷款的机会 那事实上在美国 房产增值是一直很稳健的 很多人在房产上 累积了相当多的财富 所以事实上很多 真的有这方面知识的 这个投资人 他们甚至在报税上面 会把自己包装得很好 就是说他不会漏掉 任何可以报税的记录 虽然是多角力 哪怕是多角力的税款 但是在贷款上面 得到很好的利息跟条件 那他透过投资房利产 创造更大的一个杠杆财富 那这个是希望说很多民众 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跟认知 是 所以这也是做好规划的 一个重要的部分 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一般华人比较常犯的错误 就是资金的问题 那很多银行在申请贷款的时候 现在是要求说要看你两个月的银行账单 那尤其买投资房的时候 这个投款一定要是自己的钱 在账上不能动 那如果你临时存进去的时候 都要解释来源 如果是现金的话 那就很难解释 那很多时候你的钱突然来 要买房的时候临时跟亲友调钱 然后来存这个买房的投款 那实际上在这个银行当中 是不被接受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就要忍一忍 比如说忍时间 等到这个两个月都过去了 这个钱在账上不动了 那证明是很 我们说很就是 稳定 很稳定的时候 那这个钱银行就可以承认 是你买房的投款 是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CIAP 刚才您又给我们介绍了C跟I 接下来A又是什么 A就是所谓的我们刚刚说的asset asset的部分银行看 就是说不是看你有多少车 多少房产 而是看你手上有多少流动资金 这流动资金就是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现金 你的CD 还有你的退休账户 股票这些都可以当做 你的流动资产来准备 那这一部分流动资产 当然一部分是作为 你买房的定金跟投款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要 银行希望看到说 你买完房子之后 那生活费还有 比如说有些信号比较不好的 他希望你有六个月的生活费 那信用更差的就希望你有十二个月的生活费 所以这个资金也很重要 那这个资金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避免这种大额金额的 临时的进出 那一旦有进出的话 那个贷款的原则就是说 他要查你来源的两个月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银行 突然有一笔钱 比如说是一万块现金存进来 那你不能解释 那这个账户使用就会有问题 那或者你存了一笔支票 那这个支票可能是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出来的 那他就要问这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那追这个人的这个相关的 如果是亲友正远的话还可以解释 如果不是的话就很麻烦 是是谢谢陈先生 那我们最后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想要请教您的最后一个 有关P又是什么呢 P是这样子 P就是所谓的property 就是说你要买房子的话 基本上是用这个房子做抵押 银行借款给你 所以其实这房子的好坏 其实对银行来讲很重要 那银行看来最重要就是一个估价的问题 你估的价格给你买价合不合理 那这个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都是说大家在抢房子 所以有时候估价会比不上买价 那这时候你就要 买价就要多垫一点钱进去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买公寓楼的话 那银行会很要求就是说 你是公寓楼本身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有没有law数 有没有法律的问题 那或者是保险买的够不够 那这是买公寓楼的时候比较特殊的情况 是是非常感谢陈先生 那我们先绣下今天的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金融分析师陈冠宇先生 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有关投资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 那陈冠先生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那么我们刚才 在上半pa的节目当中 您帮我们介绍了有关 在贷款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诀 CIAP四项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项目 那我想接下来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 想要请教您的是 在投资房地产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做这个投资之前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 以防大家血本无归呢 是这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其实房地产投资是 可能是一般民众当中 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投资 那在这个投资当中呢 其实上很多人靠着房地产也致富 那在金融风暴的时候 也有人因为房地产的关机 刚才说的水浦 甚至落到这个 亲家荡产的部分 那所以事实上掌握 在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掌握市场时机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是在2010年以后投资的话 基本上那个房地产 甚至比你投资的金额都好 回报都还要高 所以就是我简单说 等于回报率有超过百分之百 所以其实注意都 一般来讲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大家都说location 地点的挑选当然很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市场的时机 那这个我想是一般投资 房地产的人的时候 都会注意到说预期的一个情况 那除了当然房地产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部分 需要一般民众注意的 那我刚刚提到说 在买房之前 那你需要融资 所以融资的这个 我们说的qualification 你能不能符合这个融资的要求 跟规划这部分就很重要 刚刚爱妮提到 就是CIAP这部分 就是要特别注意 那事实上在顺利取得到融资之后 接下来对房地产 比较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税制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资产保护 因为是一个蛮大的投资 你要怎么样去保护你的资产 怎么样用怎么样的产权 来拥有这个资产 万一将来有low数的时候 被告的时候你不会 因为这个low数而影响到 你其他的财产 这是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税制 美国有很多的税制 事实上是有利于 房地产投资人的 那好的一个 会懂得利用 这个房地产的税制的人 事实上可以利用房地产税制 创造很大的一个效果 甚至达到免税的目的 在美国很多东西都需要税 我们薪资有薪资税 然后我们有赠予税 但是房地产有很多这方面 是让你可以利用这个税制 合法的省税跟结税 所以这方面 这样讲投资人要特别注意 是谈到这个有关房地产税务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事项 我想可能很多这个投资者 开始这个头痛了 因为确实在美国 关于房地产的这个税法 这个涵盖的这个项目是非常多的 包括像这个物业税或者是转让税 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在这些这个税务的这些状况下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 结税的小的方案呢 有的 那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说 其实美国有些税法是真的 对于房地产的 它是鼓励 基本上美国的国家方针是鼓励 就是住者有其物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房子 所以它在税法上面呢 有几个好处 譬如说如果你有自住屋的话 那你买这个房子的这个地价 房地产税跟你的这个贷款的 的这个费用呢 贷款利息的费用都完全可以拿来抵税 可是如果你是租房子的话 你的租金是没办法抵税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拥有自住屋的话 那美国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鼓励自住屋的 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房子里面 住满两年 那夫妻两个人的话 如果这房产升值在50万以内的话 这50万是不科税的 那这一点的税务的效率 非常影响非常大 而且这个这不是一次性 是每两年就可以一次 就是说为什么你看到 美国人常常搬家 就是他现在住在一个城市当中 房产升值之后 他卖掉这个房子 增值的部分 只要在50万以内 夫妻两个人 他是不科税 政府拿不到疫苗税 然后他们就搬到 比较偏僻的地方 因为那边房子比较便宜 那等到升值的时候 再去卖 再卖那边房子 那这个钱就可以变他们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资产 或者是退休的收入 所以你看美国很多的小城镇 是这样发展起来 都是靠大量的人口移进去 就是说原来是住在比较市中心 那市中心房价 涨之后他就搬到市郊 市郊又涨之后 再搬到更偏僻的地方 拿来累积这样的一个 那有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操作 事实上比他的工资赚得更多 是是 其实谈到这一点的话 可能最近很多 这个 只有外国人身份的一些 这个华人的朋友 可能也想请教的 关于这个税务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是以外国人身份 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话 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些 相关的结税的办法 如果纯粹就外国人来讲 外国人跟本国人的税制 其实上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 外国人就没有所谓的 自住屋的这个 50万的免税的这个优惠 然后呢 而且外国人在美国呢 他有所谓的遗产税 像我们现在美国人的遗产税的话 我们一年现在是534万 只是说我534万 如果有遗产给我的小孩 或给我的亲友的话 事实上是免税的 那外国人就没有 外国人就有6万块的免税额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他今天在美国买了 不动产的话 那万一他今天过世的时候 那这部分就要给美国政府 科了很大很大的税 40%以上 那这种情况之下 外国人在投资美国房地产的时候 他有几个不利的地方 第一个如果是租金收入的话 一般要预扣30%的税款 那第二个是 如果你在买卖房子的时候呢 美国政府是说 你卖价的10% 政府要先预扣 那加州的话 又要另外预扣3.3%的一个税 也就是说而且是卖价 不是说你赚多少钱 即使你房子没赚钱 他都要预扣这个税 所以一般来讲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做法 就是说外国人 他们为了要 规避掉这个遗产税 他们会使用这个 成立一个公司 因为公司是个法人 他不会有这个过世的问题 来厚的这个物业 但是呢 美国政府最近也是抓了这个漏洞 就是说如果是 你用公司持有 那公司又持有物业的话 他还是要科理所得税跟赠余税 但是这部分呢 还是有相关的方法 可以帮忙这个 外国投资人将这个税的负担 降到最低 那这部分呢 因为我们还是建议观众呢 找你熟悉的会计师呢 做一个进一步的咨询 那这样的话 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会有更接近你需要的一个回答 是 其实谈到以外国人身份 在美国投资房地产 我们曾经其实得到了 很多这个观众朋友的一些 来电的询问 那很多这个观众朋友 就是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是以外国人身份 在美国投资房地产 我可不可以在美国当地 做相关的贷款 如果可以的话 它中间的这些规定 有哪些呢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现在国内来美国投资的人 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 是报纸的头条 那事实上很多人误解说 外国人在美国是不能贷款的 事实上是可以的 那只是说 它贷款的条件跟方式 跟我们刚刚美国人 这个比较不一样 刚刚美国人说是CIAP 那CIAP来讲的话 Credit 外国人没有Credit 在美国没有 Income它也没有Income的记录 那唯一银行能看的就是你的Asset 跟你的钱跟你的Property 后两项 对 那外国人贷款来讲 最主要的关键都是我们 建议就是说 这些外国人一定要把钱 先放到美国的银行 至少两个月到三个月 让你证明这个投款是在 已经存在美国当地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在申请外国人贷款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至于所谓的信用 跟这个收入的来源 事实上是可以接受海外的 这个信用报告记录 跟海外的这个工作证明 要取代 那外国人是可以贷到款 那普遍来讲 当然投款要求比较高 大概至少是30%到40%左右 那外国人要准备这个钱在帐上 是 刚才其实您还有谈到了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这个投资人 在投资房地产的过程当中 当然大家也要规避一些 在这个拥有房地产时候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可能一些这个法律诉讼 可能会真的是影响到这个倾家荡产 这种情况下 我知道很多这个投资者 可能也是会以这种LLC的形式 来购买一些房地产 这种情况您怎么看呢 事实上呢 LLC的方式呢 事实上我们说各有利弊 那不过如果以出租来讲的话 LLC是最常见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一般来讲 在美国设立公司有各种形态 那有一种叫C Corporation 那有一种是所谓的Solo Company 还有一个是LLC 那一般来讲 C Corporation会有双重磕税的问题 公司那边磕一步步税 分给股东的部分还要再磕税 所以在房地产当中 一般是用LLC 那LLC有个好处是什么 它的所有收入是 pass through给你个人的税收来看 然后所以呢 它如果房地产有增值的话 它可以变成你长期的资本利得税 税比较低 然后呢但是呢相对之下呢 如果LLC就会有一个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如果在LLC有些花费的话 那你所有的开销都可以在上面做报销 那最大一个好处就是资产保护 万一有任何问题的话 因为是这个LLC你可以解散 那所有来的问题就集中在LLC 那目前来讲的话是LLC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 那如果是说 但是相对另外一个比较不利的因素就是说 那如果你是说有一些在转让部分的问题的话 那涉及到其他的公司转让的税的问题 是是今天非常感谢陈先生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这个专业的建议 那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